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真的在他们心里是最好的那个人 因为我们都爱吃火锅 从小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 小时候攒零花钱 攒一段时间 然后可能大家一起出去吃的一定是火锅 所以小时候就说 长大以后 什么时候咱们自己能开火锅店 完成一些小时候的梦想 对于我们自己 我觉得还挺正能量 然后去做的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吃火锅 然后那个时候 应该是开上高中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说 如果我们长大以后 我们自己开一个火锅店 就好了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只是完成了一些儿时的心愿而已 对 对于我心里 我觉得 最明显的一个载动手 我会觉得很荣耀 这是我炫耀的一个字 不管我拿多少简单 不管我拿我的诗 什么多重 这都是一个 我暂时的一个 节点 它当不明 也不可能成为我一生的一个寄托 但是这帮兄弟们 他们是我的心理 他们是我的精神的忍住 我的分在这 我的分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我跟我这帮兄弟们 就特别特别的特别的好 就是往大里说 就是生死之交 就是光辟又长大 然后一直玩到现在 不要忘记我爱你 是我心中的秘密 再给我做一点时间 我的爱痛苦到每一方 最高度紧张工作的时候 你自己有概念的 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 五十多个小时 不睡觉 不睡觉 五十多个小时 而且这样的成为 大概持续了有半个月左右 然后自己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 心脏疼 最直接的心脏疼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这两年是不过 就是 我现在再让我经历一点 我觉得我真的 真的就 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 人的能量 你过来了以后 你回想 但是你知道 有时候回想 就后怕 就是 为什么有后怕 这个词 就是你现在想起来 哇塞 你说万一那时候 我要是 所以 怎么办